哎呀 感謝大家 現在怪機師的陣容越來越強大 現在加入了一個高級的 五年寶庫的防潮箱 那麼它防潮 活潮呢 比潮梯還潮嗎 沒有那麼潮 但是就是說它的那個功能呢 後續會陸陸續續介紹給大家 那麼它有液晶面板可以做溫室度控制 同時呢還有一些很特殊的功能 總之啦 你買回家當保險庫 當金庫用也不差唷 防潮的 我告訴各位 你的攝影機 攝影器材 光學器材貴三三 是該給它一個合理的待遇 買一個好的防潮箱呢 可以用很久 那麼你的器材呢 還有一些珠寶首飾呢 還有一些有的沒的 才能夠呢 平平安安好好陪你共住一生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 1 2 3 4 5 6 6個防潮箱 那麼以後會找機會 陸陸續續介紹它的功能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現在呢是完全反射 就是你看不到玻璃後面的東西 現在玻璃後面的東西呢 就全部都出來了 像不像是在變魔術呢 蠻有趣的東西 這個就是 國人開發的一個叫CPL的東西 喔呼呼呼呼 那麼 裝在相機上 你就可以知道有多感動好 好 來 好 完完全全呢 看不到東西的 看不到鏡子裡面的東西 好 再來 有點像在變魔術 是有點像變魔術的 挺有趣的 那我現在只是這樣在用 這樣在用 差異看一下 好 來看對比 對焦 對焦對 對到那邊去 好 看一下它變化 這處理的齁 就一片玻璃能夠產生這樣的一個偏光呢 個人覺得呢 如果你剛開始玩的 你會覺得 還蠻猛的 那麼這是全世界第一個 ND可調式 ND3到ND1000的 CPL鏡 這以前來講呢 日本有做很貴 但是日本做的那一塊是什麼呢 日本做的那一塊是 ND固定的 它不可調 那台灣做的這一塊 技術有點領先 它可以調的 調到什麼程度呢 調成這樣子 太猛了 整個幾乎是那個 這個 光圈關掉了 整個是光圈關掉的感覺 好 這麼厲害 全部打開 全部打開之後 再來看一下 OK的 好我應該用手動的 可是我現在 嗯 精神不計齁 再把它看一下差異 把它最嚴重的偏光 然後把它紋出來 螢幕的東西幾乎都快不見了 好謝謝大家